请收看维新世界 老祖先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了我们大凡寺 接受访问的就是大凡寺第十二届的学员 郭朝庆 郭贤士 郭贤士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元旗法师 以及各位贤士同修 各位善心大德 阿弥陀佛 是 我想每次看到我们郭贤士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在祭祖大典的那个场景 信众大德来了两三万人 就是这么的多 还有一些都是来自国外 或者是各个宗教团体 真的是相当的殊胜 大家都是为了追根溯源 祖德流芳 这是相当的殊胜 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们把祖德流芳 在缩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其实都是来自于父母 祖先们 所以心中要有祖先 要有孝道 这才能够祖德流芳 远远流长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郭贤士进了中门 就是第十二届的学员 算一算也是有多久的时间 应该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 不简单不简单 那当然就是说 进了中门这十七八年的时间 应该有很多的心得 这个学习的心得 有没有想要来分享给我们大家的 好 我是觉得我们易经风水 在目前我们两岸 海峡两岸 真的是我们维新圣教 在魂缘禅师的指导之下 是非常的殊胜 而且是天人合一的圣华 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学易经 易经我是认为就是说 我们易经绝对不是知识 是 那知识的话是认知的 认知的层次 因为假设知识的话 过了一个时间的话 绝对会落伍 是 那么我们 我认为易经是我们的 无上的智慧 他是如何来运用智慧 所以师父常开示 就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一般的管理 管理方面 都是觉得在重视后端 后端的解决问题 是 解决问题的话 但是能不能到根本 是 能不能治标不治本 是 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治本不治标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话 都是注重 事情发生的话 注重马上解决问题 那解决问题的话 不是一劳永逸 是 那我觉得学了易经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是我们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进行的选择的方案 这个是比较 来再来后端来处理 那个解决问题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包括我们中门的那个补卦 易经补卦 可以发现的问题 六清里面的人事实地物等等 这些知道问题完了以后 选择方案 然后再来处理 这个解决方案 这个是会比较重要 是 所以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师父 其实在我们的 易经心法这一方面 我们是特别的加强 就像陈如刚刚您所学习到的 心得分享 我们如果一味的 只是学术的话 最后的终端 只是解决问题 你的心没有改变 所以还是一样 会再重蹈覆测 所以其实您的建议 就是说你学习的时候 你认为学艺的心得 就是要心术合一 对 那 个人认为 就是说 我们假使着重在术 当然术的话 我们在 重视 屈吉弊凶 那屈吉弊凶 比如说孔子的防范与未然 那老子的话 就是比较 再高层次的 就是与其无所生 是 那我们 一般重视术的话 假使你心没有正的话 术绝对推不上 心术不正 一般的话讲心术不正 心术不正 这个不是正法 那我们的是正法的话 就是说 老祖常 曾经开示我们 要修口 修心 养灵 那也是师父常叮咛我们 叫我们 这一段期间就是 补天补地 要补人心 要从品德交易 德性开始 是是是 那所以呢 在这个心术合一里面 其实跟文化也有直接的关系 是 那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心术 也就是我们 就是本中门的 袁同禅师大师兄 68年 就接到咒文经 是 接到咒文经这一篇 是 是在那个 68年 民国68年 玉皇大帝降职 降职请 那个礼铁拐 八仙礼铁拐 执笔的 写的降文经 那佛教里面的 佛经里面 佛教里面的佛经里面 有 心经 就是隆障到空性里面 有260个字 但是咒文经 道教里面 比较重要就是 220个字 那这个咒文经里面 也就是现在 显示在我们 唯心圣教的天命 因为他开始 前半段的话是在讲 讲我们地球 这一块大地理 那这一块大地理 也就是说 天挂的大地理 也就是说 在我们益经大学的 连台负责人 金钟响玉音 我们的金钟 这块宝地 那后半段 就是我们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 也就是说 我们老主在讲的 修口修心养灵 这一方面 所以这一部 咒文经非常的殊胜 是 而且我们现在 卫星圣教真的到了 金钟响玉音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风水学院 我们有个金钟 真的在子时的时候 最近就是有很多的法师 叫轮流敲钟 这个钟声一响 就是世界就和平 天下就太平了 这就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师尊 这么样的天人合一的一个大智慧 所以也是真的希望天下太平 世界无饥饿 无战争 而且在我们今年 就是在我们跟子年的时候 我们王残老祖师尊 特别的开示 也就是说 要我们就是 无饥饿 无战争 而且 补天 补替 补人心 这个区块才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还有什么样的心得分享 那刚刚师姐谈的就是说 学艺经要跟文化来结合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要了解中西方的文化不同 那中西方的文化 尤其西方是重视实证 实证科学 那所谓实证科学 它就是量化 或者说它有数字量化 看得到的东西 是 凡事碰到事情就是对错 It's not 但是我们中国的话 中华文化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太极的 这个logo的太极的 你看我们碰到事情的话 不是前退 但是我们还可以迂回 就是logo的话 阴中有阳 阳中阳 有阴 这个太极的心法 所以我们先要 第一个要了解它的文化的不同 那第二个的话 一斤的薪水 我个人是觉得 后面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物极必反 是 所谓物极必反 还有一个增高的时候 你物极必反 还有当你低沉的时候 是绝阻逢生 这个是要警惕 是 那我在 尤其我们在用 易经钱挂来 来跟各位解释 就是说 第一个钱挂里面 就是说 第一个钱挂就是说 初久的话就是初遥 初遥的话就是浅荣雾用 韬光养晦 就是说要在水里面 水里面的龙 就是在韬光养晦 那初二的时候 九二的时候是 见龙在天 见龙在天 利人天 就是省时度时 就是要注意看 什么时机 刚刚你浮出水面的时候 什么时机 可以做 可以不可做 到九三的时候 就是君子 中日前前 利见天 然后要随时 都要反思自我 反思自我以外 就是做什么事情 都要如礼薄冰 那如礼薄冰 到九四的时候 你要看 破药再冤 我们就知道 进退 把握时机 就是说我们 进退 得宜 我们都要 掌握得非常 非常好 等到你到九五的时候 九五的时候 那个九五至尊 那个就是我们 常在讲的 就是说 灰龙在天 那灰龙在天 我们在 疫情里面 十二长生里面 那时候就是 走到地望 那地望的时候 那时候是 我们要 更要谦卑 谦卑 随时要反省 而不是说 我在正望的时候 什么都是 以我为主 所以到九六的时候 九六的时候 你看看 抗荣游回 那抗荣游回 就是高处不胜寒 那高处不胜寒 就会物极必环 那我们看 我们的中国历史来看 唐朝的时候 唐玄宗 他非常的宠爱 这个杨贵辉 重是这个李林浦 所以才会造成 安死之乱 所以我读疫情的 这么多年来 读疫情的 最重要就是说 可以结合就是说 一个是要心术 绝对要心术 品德教一定很重要 心术要正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随时 不管处在哪个时候 要注意到 你的物极必环 还有一个绝处逢生 当你在最失落的时候 也不要放弃 是 这是我的心 因为这刚刚也跟您提到的 就是说 当你遇到一个 绝境绝处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中继里面 还有师父常常开示 我们的易经的 阴阳两面的时候 阴中还有阳 就是说 你在最低潮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线光明在 你只要有这一颗善良的心 那只要不离 中道 您就好好的走 但是你阳的时候 当你正是很旺的时候 请你也不要太供高 因为不要忘记了 阳中里面还有阴 有时候阴锅里 还是会翻了船 所以说人都不能 太过于供高 太骄傲 这有时候真的翻了船 在阴锅里 真的是很倒霉 那再来的心得呢 再来的心得就是说 我学易经的这几年当中 那我在应用在 因为在学校教育里面 我又会应用在职场上 那职场上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洋载 我们刚才谈的 学校的洋载风水 那这个可以协助 有一些学校里面 包括那个校园的诊件 也好规划也好 还有校长 还有一些行政人员的 处事主任 他们的办公室 这些都可以规划 这个我都可以协助 那协助完了 我们就得到相当的 相当的成果跟赞领 就是受到教育界的很肯定 然后在人事方面的话 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 人事的话 比如说甄选一个老师 在教师证事的时候 那我们中门里面 已经有一个命卦 那一般的命卦 就是我们是看农历 但是我会先看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话 出生年月会有假 为什么会有假 满部出生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开证明 不会假 虽然没有时程 但是我们稍微一看一下 他们来报名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看 然后先看这个 他的国力的 把它转为农历的命卦 然后马上看一下 然后依个人 一个人的 他的命卦 来安排行政工作 或者教师的工作 这些职务上 是非常的好 这个是 个人心得还不错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学生的生涯规划 他的学生的生涯规划 我们也是透过命卦里面 可以告诉这个学生 他的命卦里面 他是从艺术上 艺术上来发展 或者说从学术上来发展 这个都可以 这个或职校这一方面 都可以来跟家长沟通 然后带领这个学生 往最捷径的方式 这样子 没错 更早 就是年轻的朋友 更早进入艺术的学习 这个智慧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尤其我们真的 要借我们老祖的先机 来广传 老祖师尊的妙法 也就是今年我们的 这一些师资培训的 一经风水的师资培训班 我们已经开始在朝生 而且前前后后 只有一个礼拜 早上上到下午 那这当中你可以学习到很多 像刚刚我们郭校长 提到了这是命卦 那因为有教无类 那每一位学生 都有他的特色跟专长 不是每一个人 都一定要死读书 才会出人头地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看这小孩的命卦 他适合读一些职业学校 或者是多学一些专长 或者他可以致力在 求学这一方面 有不同的领域 这个真的是 每一位老师应该要知道的 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责任 把自己的学生教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 每一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都有举办 就是教师研习营 这个才是我们的真正的老师 应该来上的精髓的课程 所以因为应用在学校的这个方面 我们校长就是郭草庆 郭贤士本身也因为是校长的关系 他相当重视这个区块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因为学生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重视 那个多元智慧 那多元智慧的话 每个学生都有他的专长的一面 而不是全部都是在 只要会读书就OK了 他有很多的才艺 那我们可以透过命挂 来诊断学生他的专长 然后做这个建立的决定 刚刚是你个人的在学习 一经的风水的心得 但是我们老祖的先机 真的凡走过必留下先机 尤其是我们郭贤士 他也不断的真的拍到了 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天外有天 人外还是有人 师父跟老祖师尊天人合一 广传的妙法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的 但是老祖师尊会让师父知道 由师父告诉我们 其实所以就比较简单的 与头三切有心灭 真的就是有的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除了改善学校 你有这么多的心得之外 对于你自己对家庭的改善 小孩的改善 最大的是哪一个 自己 我自己的话跟家庭的改善 跟学生 还有自己家庭的孩子等等 我到目前为止都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都还不错 因为都蛮儒华的 是 我想用我们易经的智慧 来对待小孩 对待我们家庭的夫妻 太太的生活 对待我们的长辈 对待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想这是最大的福报 也是最大的包容 对 不过我们知道我们郭校长 在我们一本的论文里面 这个就是鬼谷子心法之行上的正道 那这里面他有提到就是追根溯源 万年归心的实证 这篇的论文你所写的在什么时候 最主要谈的内容大概哪一些 这篇论文是我应我们南天文化院的院长 杨吉东杨院长以及师傅的指示 在去年的五五老祖 我们易经大学老祖金生大金生完成的时候 我们初刊的那个南天文化院 就是古智金用 第四集里面 那有一篇 那师傅是希望就是说 叫我学跟一些教授他们比较不同的 就是我学形上学的东西 师傅知道我这些方面 所谓的形上 你可不可以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可以 就是说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我刚才讲说实证的就是说 他认为西方的就是说 认为就是说 我看得到的才相信 但是所以西方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就说 西方的话他们认为是神造人 那我们东方是 我们中华是人造神 为什么 西方他们就是说 为什么会发生宗教的圣教 就是神造人 神造人就是我们耶稣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亚当向娃 亚当向夏娃 然后偷藏苹果 然后创造人 对不对 所以西方才会有圣教 圣战 圣战 为这样打仗 但是中国的话 中国的话就是说 人造神 我们所有的就是上古开始 上古开始我们就是拜了自然神 封神 雨神 这些自然神 到在周朝的时候 江太宫 江太宫开始 才开始封神 那封神 所谓封着神 我们中华文化道的里面的 就是说只要三纲五常 我们现在三纲五常 四维八的几乎 现在都开始没落 然后我们三纲五常里面 这些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些 伦理道德这些 假使有忠孝 仁爱 心理和平 这些四维八的里面 有比较好的 就可以封为神 所以我们是中国是人造神 不一样 那我们永远 永远相信 就是说 有一个在后面 在我们头上 头顶三师神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才会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相机 来拍这个 这么多的灵光 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 就是说 师父开始 红华三十几年 然后一路走来 就是说 他事先老祖四线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比如说周文京 已经六十八年 就开始降下来 现在我们开始在正道 那正道我们开始 从这里面 包括我们的花扬孝道 也就是我们每年的 联合祭祖大典 那联合祭祖大典里面 也是要这些 超渡这些祖灵 这些 所以我们还有就是说 那个太公红行 太公封城 亡禅 风陵 一脉相承 世界和平 那到底人家有的 不是我们宗教 不是我们教内的 就是说 你们这座 到底是在这些街 风陵 这是这些街 我们请那个万幸祖灵 到迎圣台 是真的还假的 那我也不必真 我跟师父 包括我这个都给他看 就是说 我们这个都可以实证 用照片来说话 包括我们在联合祭祖的时候 师父在跟我 有一次私底下在跟我谈 就是说 跟那个教授讲 他说我们师姐在喊 那个一心奉送 一心奉送出去的时候 那个气很强 那些教授说 气很强 但是师父谈说 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证明 我说 师父 刚好我在台上 我照了三张 就有张你看看 当师姐在喊 一心奉送的时候 整个九彩的 那个七彩的 那个光的能量 很强的往那个体育馆 或者一啪的上去这样子 那师父就看得很高兴 就叫赶快 那个影印 就是洗那个A4的给他这样子 是 所以这也在我们这个 鬼谷子刑法的 行上正道的时候 这里面也有 可不可以现在 可以分享 这个一心奉送的时候 你所拍到的这个图片 先让大家 先像吃 一个大餐一样的开胃菜 引起他们对这个东西 这个形象学 他们的神迹 让大家看一下好吗 可以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真的 我们跟郭 郭贤是在 我们的祭祖大典的台上的时候 真的也是相当的忙 要全神都贯注 这个一心奉送 到底呢 由哪些神佛来加持 有什么样的显现 那我们刚开始在2014年 第九谈的时候 那一年我就觉得说在台上 那跟师姐报告就说 我们在台上怎么会很冷 我那时候以为体育馆上面说 上面怎么有冷气 那么强这样子 然后一直咳嗽 咳嗽我就讲 这样不行 然后师傅是刚好在正开 那个拿了笼杖 在正开地门 那一年刚好就是 事先已经有开示 就是说那一年是 玄天上帝跟 跟那个红军老祖 要降环城到我们 那个祭祖大典的法坛来 是 那来 那你看来加持 那我们看看这一张 就是说我这一张拍到的 就2014年这一张 你看看 这一张就是 在法坛上面 你看看 这个就是 红军十足跟玄天上帝来降 环城的时候 这个就有了 OK 那你看看 再来就是说 那个 一心奉送的时候 你看看这一张 你看 这一张 这个你看 这个彩色的光 那个气很强 有没有 上上去 我们就可以从照片里面 看得出来 是 所以在拍照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我们郭贤士 刚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快要圆满了 一心奉送的时候 他照样去卡一身 我没有想到真的老祖的先机 也写线在我们祭祖大典上面 让我们的郭贤士拍下这么样一个 一张书 书圣的这个照片 快快地按下去 然后就变得让大家知道说真的 我们在做祭祖大典的时候 追根溯源 真的就有这么多的神佛来加持 所以让各位知道 每一年我们的祭祖大典 这么样的书圣 来自各个地方 有很多的国家都来参加 这个是有实在的这些的书圣的案例 也要分享给各位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书圣的这些案例 也就是形上上的这些正道 在这里面虽然用纸把它拍照起来 但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们用这个图片透过电脑 你会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了 今天谢谢我们郭朝倩郭贤士 您贡献出这么多的智慧 谢谢感恩祝福您 谢谢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老祖先机 我们也一起来攻占 王禅老祖教祖天威 王禅老祖八卦祖师 必道真主 故我起手鼎礼 今天谢谢收看老祖先机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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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